选战只剩下十多天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清晨黄昏是持续在各大陆口拜票 而26号的清晨 张美慧是站在换掉复婚期的广告刊版下 向过往的民众挥手鞠躬 而张美慧就强调了性骚欺压特权 都不是因为民意代表该做的事 也希望乡亲能够看清楚 选择真正能够为民众服务的立委 选战剩下十多天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清晨黄昏持续在各大陆口拜票 26号清晨 张美慧站在换掉复婚期的广告刊版下 向过往民众鞠躬挥手 张美慧表示 性骚欺压特权 都不是一位民意代表该做的事 他希望相信可以看清楚 选择真正能够为民众服务的立委 这个刊版 昨天挂了以后 我相信在花莲市已经传片了 非常多人的手机都看得到 这个刊版的这个照片 那其实这三点 也是美慧要特别提出来的 这三点绝对是美慧不会做的事情 我们邀请乡亲来检视 那这个所谓的反性骚 反特权 反欺压 这三件事情 过去我们的乡亲 是不是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遭受到现任立法委员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对待 我们就不要再让这样子会欺负选民的民意代表 继续当选 继续连任 要恳请乡亲来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选择的是良善的 是照顾宪民的 是为宪民负责 而且是全心全意服务的一个中央级的民意代表 张美慧这两天由客委会副主委周江杰陪同 在各大路口和传统市场拜票 希望客家乡亲能够支持最认真 全心全意 要当全职立委的张美慧 借旅会节安相报道